好了,回到神盲第一線的節目時間了 現在講一下一些... 不太好的消息 有些事情就沒辦法了 一定要講一下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之前有講過的,就是港大... 他們現在的校長張祥 張祥在昨晚發了聲明 他就說已經涉及他的投訴電郵 邀請律師團隊續項指控 以審閱文件梳理事實了解大學規則和相關法律 確認了所有指控都沒有事實根據 完全是憑兇獵造的惡意抹黑 張祥說 完全有理據向造謠者提出 誹謗訴訟 但是造謠者以匿名方式暗戰傷人 張祥就說 對於校委會決定針對多個來自自稱吹哨者的投訴電郵 成立五人專責小組處理 他重申有關指控涉及機密資料 構成嚴重誹謗 他對於造謠者再三抹黑 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 他相信背後是有組織蓄意而為 摧毀他和大學的聲譽 他又說最失望的是他和校委會的通訊遭到外洩 其實他和校委會的通訊遭到外洩 一定是校委會的人做的 對吧? 你想想他自己和校委會的通訊 洩露了出去 如果張祥沒有洩露的 那就是校委會的人洩露 對不對? 現在校委會還要整個五人專責小組處理 很難令人不懷疑 校委會有人要搞張祥 我的看法 好了 張祥又提到 早前律師向校委會秘書要求喊後特別會議 但是 短短一個小時 大學已經收到傳媒查詢 難免令人聯想到個別校委的 洩密行徑和造謠者有關 這是張祥非常合理的 這是合理的懷疑 他也憂慮 校委會能不能公平公正處理所有針對他的指控 這就是那個問題 他成立了五人專責小組裡面 究竟 有沒有 洩密的人 有沒有造謠的人 其實張祥也懷疑 可不可以公平公正 處理針對他的指控 張祥就說 事件令熱愛廣大的人士感到痛心 他對此感到十分難過和遺憾 希望專責小組能確保公平公正處理 究竟是什麼人搞張祥 不知道 為什麼說不知道呢 真的是 躲在後面的黑手 但是肯定一件事 差不多是可以肯定 跟校委會的人有關 根據張祥的說法 一定是跟校委會的人有關 那 講一講 為什麼張祥會回應 張祥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 港大 校務委員會 搞了一個特別會議 決議按照 港大舉報政策 扣護政策 成立五人專責小組 調查收到一組 投訴事項 校委會預期的五人小組 就會十二個星期內提交報告再作決定 大學審計委員會主席 吳永嘉 擔任專責小組主席 成員就有斯文遜和趙紫喬 另外 校委會 也會委任兩位非校委成員加入小組 校委會主席王佩思就說 校委會作為大學最高管治團體 有責任公平公正處理舉報事宜 校長就解釋了 是抹黑的 是誹謗的 他說這個小組就會秉持 這個港大校訓 明德格物 公平公正嚴肅處理有關指控 以事實為基礎 不偏不移 對事不對人的態度 尋求真相 達至公平的結論 張祥已經說 對他來說未必公平 對他來說 黃佩思就說 香港大學歷史悠久 百年來得到各界的支持和校外 無限感激 校委會 定必以最負責的態度 嚴肅處理所有事情 不負期望 黃佩思也有說 我都覺得很奇怪 其實有些事情根本不太明白 當然 他說會討論了很多事項 很開心一致決定成立 有關五人小組 有人說他 是黃佩思洩密 黃佩思就說他一定不會洩密 這樣 但是一定是校委會的人做的 這個洩密的事情 絕對是校委會的人 而且你只要看看哪些人 跟媒體的關係密切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因為 張祥要求會議延遲 一個小時內 已經有媒體去問張祥 即是有人 在校委會裡面 完全不理會保密的要求 完全不理會 黃佩思怎麼說呢? 他說張祥是成就卓越的科學家 校長仍然是我們的校長 校委會暫時沒有任何假定的 會悉心處理投訴 直至找出事情的真相才採取行動 校委會也有說 會不會公佈調查內容 有人問他 政府或者中聯辦有沒有聯絡校委會 黃佩思就說 港大是獨立運作的法定機構 沒有人影響校委會 現在 某程度確認了 我認為 某程度上 是 會有人 動手搞張祥 誰不知道 那麼 前港交所行政總裁 李小嘉有份開會 會後有說 對於港大近日的風波 感到遺憾和傷感 又說香港是法治社會 應該奉行無罪假定的原則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很多人已經罵張祥一定是有問題的 在市面上很多人 就算是在我們的節目下面留言 每一次講張祥這件事 都有人說張祥是有問題的 這樣 現在當然是 有麻煩 其實張祥是有麻煩的 李小嘉就說 不能夠放過壞人 也不能夠冤枉好人 當然 李小嘉又說 如果最早發現有問題 就要追究責任了 那就不應該 被大學處於巨大政治風波和爭議之中 現在應該上下一心支持大學 這樣 不過這件事 是會很麻煩的 當然這個觀感當然有人認為 是跟梁振英有關的 阿輝人類命運的共同體就是這樣看 他說不跟隨梁振英的校長 都會被搞的 哈哈哈 KFC2.0就說 告密者去查告密者 現在是不知道的 不過現在肯定是校委會裡面 一定有人告密 有人跟告密者是有關的 有密切關係 那 香港藝民又說 反政府失敗 其實反政府是一樣 你說現在這件事跟反政府有沒有關係 我不敢說 但是 不像是反政府的人做的 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張祥這件事 是 有人要說什麼 我認為有人要說什麼 那那個是什麼人 不知道 那 阿輝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輝哥有他的猜測 那 咪咪聽說是學生會 但是 我又很老實說 學生會的嫌疑是很低的 我告訴大家 學生會搞這件事出來的嫌疑是很低的 我的看法 不過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好了,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回來講其他話題 好,再見 那 你 來 你 來 我 來 你 你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